10月14日 星期一 九哥晚报 说了这么多 原来都只是一厢情愿嘛 先看看新闻 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 突然传出这个消息 有报道说中国认为 在签署上星期五达成的有限度协议之前 需要更多时间商讨 并且提议中方会派遣留学为首的代表团 在10月底之前再次会面 期望在11月中 好像是15、16 在智利举行的APEC会议中 由双方领导人签署协议 有消息人士表示 中方亦希望特朗普答应 取消计划的12月和10月中 准备增加征收的关税 不怪得知今早上中方官方回计 对上星期五达成的有限度协议 报道得非常小心 也有警告美国不要打算入后波 又退回头 即是说今早早已经有提到上星期 美国并未有答应把两个增加关税 正式取消的忧虑 其实也有分析员提到 持续超过一年已经举行了13轮的贸易会谈 直到上星期初步达成一个有限度协议 但仍然未是一些棘手的问题 譬如如科技转移 和摄取知识产权方面的处理 作出任何详细的讨论 离开真正解决贸易问题非常遥远 并不是好像总统先生所说的 向前一大步 只不过可能是暂时的停火而矣 又说回其他粒粒乱的事情 就是说英国和欧盟将会 这个星期四、五在17和18号的时候 举行非常重要的高峰会 他期望在10月底31日限期之前 可以达成如何解决脱欧方案 但有欧盟的官员潑冷水就说 就算约翰逊可以和欧盟达成新的方案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得到英国国会通过 这个由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之后 产生的混乱状况终于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很快就知道结果 最后当然没办法不说 在过去星期日香港又发生了很多区 18区都有示威和破坏的行动 其中有一名警员的颈部受到重创 今个星期三特首就会宣布施政报告 相信前后也会有不少示威活动 另外今晚7点好像应该在中环又有示威活动 说会声援美国众议院快将通过 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法案 其实他们知不知道法案内容是很严重的 好了,说回一些图表 双征 今天开市在这儿上星期在20天平均线2976 开了一月过了之后就急升 冲到上去最高3046 然后就有回吐 本来以为这是周初环球股市最重要的指背大收市之后 中国发出了需要进一步会谈的消息之后 港美指数也有回吐 就奇怪了 为什么A股 没有预计到这样的消息 一看图表 就是它跟之前两次7月和9月的顶大概304 大概相差20点 看看会不会这两天都能到得到 另外,我们周报曾经提到 周初可能会有好消息的出货的情况 因为之前中方的消息使指数的回落 例如可以看期指的情况 就是我们会看 用20天平均线大概262做支持 为什么呢? 小时和4小时图都是挺超买的情况 我们会看266 我相信是这两天的阻力 可能会让它压低一点 似乎落到262 这个就是10天平均线在这里 应该是支持然后再上 当然看下市场的消息是怎样 如果这样上了再落到262 可能会再试上去上次提 就是20周就在270那里 暂时会怎么看 而另一方面就是标期 也有差不多的现象 就是周报有提过 就是在这里穿头破脚 在公布了好消息之后 在星期五晚就收下了 今天早上也是高开后就在10级以下 已经到了2960 这个就是20天平均线 就是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曾经跌穿过的 刚才也跌穿过的 但是现在有反弹 我想说最重要的是 今晚看看美国会不会有关 有限度的协议 有更多的资料公布 就是说是否在10月底再开会 还是会不会再说清楚 那两个关税 其实就已经不会了 不过我相信这两个都不会容易说 因为始终是美国制行贸易对手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要看满足了才会有机会完全取消 我相信这个暂时不会有 不过它会有展示有关中方要求的时候 我相信都会有进一步好和不好的市场 都会立即反映出来 最后讲一讲黄金期货 今天早上也在讨论组和同学说 在4小时图里也看到 就是有一些见底的现象 因为它跌穿了保利加通道底 再收回上去 很多时候都会有反弹的情况 今早早顶穿了4小时10ma 约93.4就直上 暂时看它应该有机会 稍后时间再高一点 10天平均线浅绿色 看不到15.03高一点 可以少到现在最高到1501.5 还有2、3元 可能也去到 似乎暂时看50天橙色的线 大概在1515应该不容易越过 为什么呢?因为恐慌情绪指数 是很低的50天 大概是17.5 现在大概是16.23 那变得挺远的 我们就叫做低的50天 比较容易诊论在险的市况 似乎股票指数会做得更好 那就可以估计的 不过股票指数也可以估计 做一些风险管理就可以了 大致是这样的讨论 有任何问题大家留下我 尽量作答 记得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